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好的读者 每个人童年时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梦 不同的是有的人半路放弃了 有的人却偷偷坚持着 李健属于后者 1988年李健刚上初一 那时有一部电影《路边吉他队》 里面的一个场景吸引了李健的注意 那个男主角弹着吉他 好帅好拉风 这个身影深深地刻在了他的脑子里 于是突发奇想 让妈妈给他买了一把吉他 后来的五六年 李健所有的空闲时间都和吉他待在一起 也正是因为这把吉他 还在读纲三的李健被破格保送清华 上了清华的李健 发现身边人才积极 自己再努力也赶不上那些有天赋的人 我终于明白 很多事情是需要天赋的 他把更多的时间花在音乐上 每天花几个小时练习吉他 辅修了很多音乐课程 还加入清华的合唱团 从简谱到五线谱 再到和声学 直到最难的巴赫副调音乐都能表现 就这样 靠着自己的天赋 李健在清华打出了一片天 但父亲经常劝他 别总想着唱歌 要好好学习 唱歌这事儿不实际 于是 李健毕业后 按部就班 成为一名网络工程师 他说 天天往那儿一坐 也不知道做什么 基本就是拎水 接人送人这些杂事 离开了音乐的李健 魂恶度日 日子好像一眼就望到头 突然有一天 一个电话震醒了他 别上班了 出来和我一起唱歌吧 好 几乎没有太多的犹豫 对方正是他的大学好友 卢庚须 两人一拍集合 组成了水木年华乐队 搭上了校园民谣热潮的末班车 没多久 就凭借一手 一生有你大火 那时候没人知道卢庚须 也没人听过李健 但大家都知道 有个水木年华 但那有什么关系 一个人能找到 自己一生的爱好 才是幸运而完整的 然而 在寻梦的这条路上 我们很难碰上一个 能走到底的伙伴 2002年 水木年华最火的时候 李健退出了组合 很多人不理解 李健也很少谈及 只是说 创作上发生了分歧 后来在鲁豫有约上 李健说出原因 2002年冬天 所有的音乐 都是动词大词 很躁 很喧嚣 在这种环境下 我就想做出一些 比较安静的音乐 别人觉得李健固执 又不知变通 专门跟潮流反着来 但他不以为然 世人皆匆忙 总有几个人不想赶路 他说 一个歌手 应该做自己最喜欢的音乐 而不是做市场 最需要的音乐 我不迎合大众 也不迎合潮流 我只想安安静静地 做自己 懂的人自然懂 不懂的人 也无需懂 关于音乐 他好不妥协 离开组合的李健 没了所有的名气和资源 用逆潮流的方式 一切从零开始 那段时间 他几乎没有什么收入 过得很辛苦 和爱人一起 住在没有空调和暖气的 劳寺和院里 逃离喧嚣的欲望 安静地 写着自己的音乐 在似水流年的日子里 李健也慢慢淡出 大家的记忆 你能写出什么来呀 你还坚持什么 没人看好他 但李健只是笑笑 低头 继续写歌 他只是在沉淀自己而已 2010年春晚 天后王妃一开口 惊艳众人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 多看了你一眼 再也没能 忘掉你容颜 潜唱低音的特殊曲风 让这首传奇 被评为 年度最受欢迎金曲 大家一看作曲人 李健啊 至此 李健再次走进 大家的视线里 以自己不妥协的 音乐态度 他好像一直是这样 不紧不慢的 只要能坚持 做自己喜欢的音乐 名利双收也好 默默无闻也好 并没有什么区别 就像他出道这么多年 从来不站在高处 将喜欢自己歌的人 称为粉丝 而是听友 李健想要的 仅此而已 2015年 李健参加了 湖南卫视的 《我是歌手》 从此 在大众眼里的形象 渐渐鲜活起来 才华横溢 俊朗沉静 是大家对他的初印象 接触久了 才发现 李健也有幽默搞笑的一面 他的歌让人沉醉 他的梗也让人忍君不惊 大家都爱上了这个多面的清华哥哥 如同很多爆火的人一样 他一瞬间拥有了一切 但他的第一反应 但他的第一反应不是拥抱 而是逃离 节目结束后 无数采访和商演都来了 李健却赶紧躲去了美国 面对高价的真人秀 电影 广告邀约 他全都以自己不合适婉拒 助理都开玩笑说 我主要工作 就是拒绝90%的活 很多人也无奈 你这是把钱往河里扔啊 李健说 我不是拒绝名利 我只是不想让名利 影响私人生活 和损耗自己对音乐的热情 对李健而言 重要的永远不是附加品 而是他的必须品 他说 生活一定要远离 那些灯光和关注 因为人有时候 被过度关注了 会丧失很多最基本的东西 正如他一直用着 老旧的诺基亚手机 他不需要其他多余的功能 正如他一直没有买房 他说 那不是我的必须品 我觉得 这样的自己更富有 离开一切喧嚣的声音 忠于内心的他 好像比任何人都富有 始终如一 李健对生活 对事业 对爱情都是如此 在这个人人出轨的年代 他却只钟情一人 这是属于他和他的小贝壳的故事 相遇那年 李健十岁 小贝壳五岁 因为爸爸一句 这个小姑娘长得像俄罗斯姑娘 李健记住了他 上了清华以后 小贝壳经常向他请教问题 一来二往 两个人走到了一起 俗套又清新 一见钟情 青梅竹马的桥段 不同的是 两个人一直都没放弃过彼此 最苦的那段 在四合院的日子里 小贝壳一直默默陪伴和支持 爆火后的李健 他的似水柔情 也只展现给他的小贝壳 曾有记者告诉李健 很多女人都爱你 李健答 我对女人充满了关爱和尊重 但我不会跟女性走得太近 也不可能离婚 我也喜欢很多女孩子 但远远欣赏就够了 我们可以欣赏很多人 但不一定要去占有她 关于婚姻 她的忠贞 源于对自己的约束 所以在偶然发现 小贝壳的微博里 你不难发现 两个人这么多年 始终甜蜜如初 2013年5月30日 时差先生中午醒的 我说我一早上 做了好多事了 交花草 写作业 发邮件 还去办公室开了个会 她说 我也做了不少事 做了好几个梦呢 2014年7月26日 午餐准备了牛排西红柿 地中海沙拉 我说 今天营养充足了 晚上速吧 健身先生说 我感觉身体里缺鱼 2014年8月13日 咖啡先生精心做了一杯极好的浓缩 我就挑了黑松露巧克力球搭配 他看着我说 你哪来这么多好吃的 还都藏起来了 像个小松鼠 2014年9月22日 我在小园浇水 昨天回来的出差先生 隔着纱窗说 与你在一起的日子 才叫时光 否则 只是时钟无意义的游摆 风儿吹过来 小花草 纷纷跳起舞 与李健而言 和小贝壳在一起的他 一生都在度蜜月 忠贞而甜蜜的爱情 让人艳羡不已 李健这么诠释婚姻 你说的话 不一定是你真实的呈现 但你选的人 一定是你人生观 审美和追求的总和 一个人是否专一深情 别看他的言语 看他的选择 对爱人的选择里 藏着他人生 最深层的意义 高小松说 我们身边的这一拨人 都不是当初的模样了 只有李健 还是当年那个李健 45岁的李健 没有一丝中年男人的油腻 他不应酬 不玩微信 陪妻子洗衣做饭 看似高冷 又冷不丁地幽默一下 是多情的才子 又是深情的爱人 他在事业上不畏名利 执着于音乐 在生活上不浮躁 享受极简主义 在感情上 一生只钟情一个人 他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 但又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他明白所有的人情事故 却又不愿意选择事故 他只专注于自己的必需品 重要的人 专情地拥抱 幸福的这一生 正如他所说 大多数人都活得太忙 忙到没空快乐 他们奋斗 拼搏 忙碌了一辈子 虽然得到了很多很多东西 但却把最重要的东西 自己给弄丢了 我们来到这世上 刚开始都曾想活成李健的样子 却最终都活成了生活的样子 其实有时候 欲望越多 痛苦越多 我们每个人需要的东西 其实并不多 只不过慢慢被迷了眼 失了心 愿你能清醒自知 像李健一样 缓慢 平静地 去拥抱你想要的幸福 在这个多情的世界 深情地活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偶尔在镜子里面 就是光和我相遇 那片圆圆的天空 路火映红的暖冬 大眼飞过秋天的海面 看着奔跑的童年 吃着脚的快乐 只不过是仓皇的一转眼 他手中的口径唱的歌 唤醒他弯的耳朵 爱是手中旁的红苹果 大年夏天 他微笑着不说 Zither Harp 让我这一夜惩罪 流年似水般滋味 笑中青涩的眼泪 那时光浅浅沉睡 记忆中曾跳动的烛火 记忆也有照亮脸庞 这不经意 这不经意之间的回望 让梦光走过那扇窗 生命的河从身旁流过 将回忆慢慢淹没 那年春天燃热 那年春天燃起的窟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